好,在这节当中我们要谈的是单一粒子的讯定一个方程是在具有不接形态分布的未能系统当中的情形 那在这节当中呢,我们会引入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几率流密度 它的英文是probability current density 那引入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理解 课本在描述粒子入射进所谓的step potential function 也就是具有不接形态的未能分布的这个系统当中的时候 它的反射系数以及穿透系数的计算所对应的式子是如何而来的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会看到其实几率流密度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跟电视学当中大家曾经学过的连续性方程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好,所谓的step potential function指的是在空间中某一个位置上 未能的空间变化率等于无穷大 那在这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一维的问题 所以呢,对于空间位置的描述基本上呢,用一个位置坐标来描述就可以了 那在x小于0的区域呢,未能为0 那我们把这个区域呢,称为region1 那在x大于等于0的区域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未能呢,突然间由0跃升到v sub 0 v0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那假设今天有一群例子 由x等于负无穷远的地方呢,入射进这样子的一个step potential function 那我们有兴趣的问题呢,其实是每一个例子它的能量 它的总能量呢,都小于这个未能的时候的情形 那对应这样子一维的问题,单一例子的讯定格方程式 我们指的是所谓的time independent 也就是跟时间无关的讯定格方程式 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方程式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别对region1 以及region2写各自的讯定格方程式 然后呢,再做便界条件的批配所需要用到的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region1当中 所对应的讯定格方程式呢,其实应该如这个equation所示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在region1它的potential为0 所以呢,原本的这个方程式呢 其实基本上呢,也就是把v of x令它为0 那因为我们今天处理的其实是一个一维的问题 那整个波函数它其实也 只有在x方向上有变化 所以原本的partial平方,partial x平方 基本上呢,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写成 d平方over dx平方的形式 那这样子的二戒文方程 它的解呢,很明显的其实会是exponential的解 那它的通解呢,如这个equation所示 右边第一项,然后右边的第一项呢 代表的其实是入射的行进波 那当我们在谈行进波的时候,实际上呢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平面波的形式 exponential ikx 那因为在region1里面,所以呢 我们把它对应的wav number 标示为k1 那第二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exponential 这里呢,我们用的时间项呢 在region1当中未能为0 所以呢,总能量呢,实际上呢 全部都给了动能 所以实际上呢,对于每一个particle而言 它的总能量呢,都等于2分之1mv平方 那从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很快地得到 在region1当中 particle它所对应的wav the wave number实际上呢 会等于mv除以h slash 那也就是由这一个数学式当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得到 入射particle它的 速度的大小 也就是它的速率 实际上呢,会等于h slash 乘以k1再除以m 好,所以呢 这个是region1的部分 那对于region2而言呢 所需要的训定格方程式呢 如这个equation所描述的 那因为在这个equation当中呢 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说 入射的particle 每一个particle它的能量呢 都会小于v sub0 所以原本 最原始的训定格方程式 等号左边第二项 前面的这个系数呢 那1小于v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这一项呢 其实可以写成 负的2mv0-1 除以h slash的平方 所以呢 2mv0-1 除以h slash的平方 这一 这一项实际上呢 其实大于0的 好,那面对这样子的数学呢 它的通解呢 它的通解呢 其实写在这个地方 那它的解呢 实际实际上跟前面 我们看过的 在吴宏森卫能井当中 region1以及region3 里面的描述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时候对应的k 它的wave number 或者是wave vector的大小 实际上呢 也就是等于 开根号的2mv0-1 记得v0-1 其实是大于0的 除以h slash的平方 那有个地方呢 特别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在region2当中呢 我们的x坐标呢 其实都是大于等于0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v0-1大于0 所以呢 k2本身会是一个实数 所以当 然后同时k2也大于0 所以k2乘上x 在x大于等于0的情况之下 等号右边的这一项 实际上呢 在x等于无穷远的时候 如果b2这个系处 不为0的话 实际上整个wave function呢 它会变成是无穷大 那很明显的 这个并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所以呢 b2一定等于0 所以region2 它的wave function呢 实际上呢 就可以写成 这些右下角的 这个equation 在前页当中 我们已经分别 对region1以及region2 分别写出 它们各自所需要满足的 确定一个方程式 并且解得各自区域当中 波函数的一般解 那对region1而言呢 它的解的形式 实际上呢 是由两个 往相反方向 行进的平面波的叠加 所组成 分别是a1 exponential ik1x 以及b1 exponential minusik1x 那在region2当中呢 解的形式呢 其实比较 简单一点 它是a2 乘以exponential minusk2x 那因为k2呢 是 时数并且大于0 所以 wave在region2里面的行为 应该是 随着指数函数衰减的 那在这一页当中 我们要做的步骤 其实是非常 标准化 非常制式化的 也就是 一旦你取得了 各个区域当中的 wave function的 一般解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所谓的满足 边界条件 match boundary condition 那很明显的在这里 边界的位置呢 在x等于0 那两个boundary condition呢 分别是 波函数在边界上 必须要连续 也就是他们的值 必须要相等 那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 是 波函数的 一阶微分在边界上 也必须要连续 那以意味的问题 一阶微分相当于是斜率 也就是波函数的斜率 在边界上呢 必须要相等 那有第一个条件 波函数连续可以得到 第一个equation A1加B1等于A2 那有第二个条件 波函数的一阶微分 在边界上必须要连续 可以得到第二个equation 很明显的在这里 我们的位置数呢 有A1 B1 以及A2 但是呢 我们只有两个equation 所以两个equation 要解三个位置数 通常的做法呢 其实是将 其中两个位置数 写成第三个位置数的函数 所以呢 经过简单的运算之后 可以 用A1来表示B1 那同时呢 也可以用A1来表示A2 所以分别得到 这一页当中 中间的 这两个方程式 接下来在聂尔门的书上呢 他用的 解释方式呢 比较 简化一些 他说我们可以定义 反射系数 Capital R 为 反射的通量 以及入射通量的比值 或者说反射通量 对入射通量的比值 所以呢 他的数学式子呢 写在这个地方 分子是 所谓的反射通量 也就是反射的粒子的通量 那分母呢 其实是 入射粒子的通量 那反射粒子的通量呢 表示是 表示为 反射粒子的 速度大小 乘上B1乘以B1的 Complex Conjugate 那 入射粒子的通量 表示为 入射粒子的速度大小 乘上 A1取绝对值的平方 那有前一页 的 学习当中 我们知道 入射粒子的大小 等于 H slash 乘以K1 乘以M 那反射粒子的大小呢 同样也等于 H slash 乘以K1 乘以M 原因呢 是因为 反射粒子 虽然经过反射 它仍然处在 Region1当中 那因为能量 没有任何的损耗 仍然是 Capital1 所以 反射粒子的速度大小 会等于 入射粒子的速度大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